只因对政府不满 男人就炸掉了政府的办公大楼 而且还在一小时内 枪杀了77名官二代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面对警察的盘问 男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 反而还说这是在帮助国家 其嚣张的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而他这样做的原因 居然是想阻止政府的开放政策 希望能把扰乱国家的外国人 全部都赶出他们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 居然是个真实事件 电影根据挪威72爆炸案改编 在2011年7月22号 男人独自在家 研制出了整整一吨炸药 接着他把炸药搬到车上 然后就开着装满炸药的车 来到了政府大楼的门口 紧接着 男人戴上头盔 然后就迅速点燃了眼线 看着没有问题之后 男人就匆忙离开了现场 并开着提前准备好的车迅速离去 但就在这时 政府的监控室里保安 却察觉到了男人的怪异行为 于是他们立马下楼检查 可下一秒 一瞬间 整栋政府大楼的玻璃都被炸裂 周围的行人也死伤一片 人们全部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警车和医务人员 也匆匆往这里赶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 这仅仅是七二爆炸事件的开始 因为就在此时 袭击者已经在赶往下一个地方 而谁也想不到 他要攻击的对象 居然是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学生 而这些学生竟全部都是政府的官二代 此时 城市被袭击的消息 也已经通过新闻传到岛上 学生们纷纷打电话给家里联系 询问他们的家长是否安全 可殊不知 他们自己才是即将受害的一方 没过一会儿 男人就开车来到码头 然后他利用身上的警符 谎称自己是被派来保护学生 就这样 码头的工作人员 毫无防备地相信了男人 而他也成功坐上了上岸的轮船 就此 男人的计划也即将展开 可不料 等他刚上岸后 等在岛上的一名老师 却对男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听见此话 男人的表情微微一愣 下一秒 他就瞬间拔出手枪 紧接着 男人迅速从箱子里拿出武器 而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也会在这个小岛即将上演 感谢您的表情